大家好,歡迎收看Queen Gay廚房 今天和大家做一個可以燒暑又可以去濕熱毒的辣椒葉瘦肉湯 適合炎熱的夏天又或者比較潮濕的地方 我們先看看材料清單 辣椒葉可以採取泰國辣椒,紫天椒等的葉都可以 就算葉比較大塊都非常暖 所以可以摘下來,摘大約一碗半磅 就已經足夠四個人吃了 清洗的時候放入1茶匙鹽,1茶匙白醋浸泡五分鐘 蟲和蟲卵都會避免,倒走水再沖洗乾淨兩次就可以了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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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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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烤酒1汤匙,拌均匀 放入1茶匙粟粉 煲湯的肉就不会干柴,失去弹性或肉汁 拌均匀后,用保鲜纸包好,放入冰箱备用大火烧红汤煲,放入1茶匙油 鲜爆香,1片姜片,2粒蒜饭和半个白洋葱 用白洋葱起锅,整个汤都会非常甜 开始闻到洋葱的香味,就将姜材腌好的猪肉都放进去 爆香猪肉,爆到一半熟,即是见到颜色变了一半,就可以放入6杯水 盖盖大火煲10分钟,又或者等到水滚为止 水滚后,把猪肉释放出来的白泡葱隔走,然后打入新鲜咸蛋 1分钟后,先用纸张和咸蛋白搅散 這樣才有美麗的蛋花 水滾後放入辣椒葉 蓋上焗一分鐘就完成了 用洋蔥滾湯是它的甜味 如果大家不喜歡吃就這個時候夾走 可以把鹹蛋黃找出來切成小粒 大家在家裡滾湯和路火都不一樣 所以基本上水滾就差不多 滾湯快捷方便,適合夏天 又不用煮幾個小時的路火湯 整個廚房、整間屋都熱氣疼疼 大家也可以到君記廚房的湯水播放清單 重溫一下其他湯水的食譜 下班回家,新爐一天 喝口湯都可以舒緩一下壓力 辣椒葉湯,滾出來非常清甜 喝了有少許回甘,完全不會有辣味 請大家多多支持 按右下角的訂閱鈴鐺 開始免費訂閱Queen記廚房這個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吧! 太好了,按下隔!